DPP-150透气膜香水包装机操作教程 接电源线380V 50Hz 这蓝色的是零线 然后另外三根是火线 只要零线接对了火线水面接都OK 部分发向的 然后这根黑色的是D线 接气 空压机气管12毫米规格 接到机器进气口 12里的气管 这边有个进气 插到底 接冷却水 先检查成型模具 热风模具的走水管是否接好 将冷水机的进出水管 接到机器的进出水口 接冷水机之前 先检查一下这两根红色的管子 有没有接在模具上面 走水管 有没有接好 热风模也是一样的 有两根 总共有四根 冷水机在出水口 接在进水 冷水机在进水口 接在出水 安装好底膜材料 打开主机屏幕 显遂语言 打开电源 打开牵引 目的是为了加注底膜材料 打开成型加热 热风加热 等待升温 打开吹气 这是底膜 然后这里面向前 然后这里面有个细向 直接紧住 冲气 它就热好了 站起来之后它就打不动了 然后它有热材料 用第一根的 下来 往下面 过 往上面 沾出去 上面有湿液 上面有湿液 沾上来 看上去 这门过 再往前面推 如果推不动的话 你就看看是哪边 会不会挡到 再往前 它那材料的时候是在模具分开的时候穿的 它所有的模具都是分开的 如果合住的话就按点动 它就会分开了 它穿到这个位置 安装好底膜材料 打开主机屏幕 选择语言 打开电源 打开牵引 目的是为了加入底膜材料 打开成型加热热风加热 等待升温 打开吹气 然后有中英文 这是英文 这是中文 然后电源打开 牵引打开 那可以升温了 安装风口膜 将风口膜按照正确的方向装置气杖轴上 按照正确的顺序 绕过横杆延伸到热风模具下 温可用 还要清洗接接着 几十十五分钟 今天摆开 水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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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料 等待模具升温过程中 准备好需要灌装的液体 将如动泵管 吸入的一端放入容器内 打开主机屏幕上的加料键 如动泵就会通电亮屏 调节灌装量 必须在停止状态下调整参数 自行调整合适的灌装量 灌装时间 参数修改以后 方案保存 方案下发 返回主页面 这个颅动泵 不管是调什么参数的情况下 都是在停止状态下调的 这个硬型 任何调任何参数 都是在这边停止状态下调的 然后比如说 我要设置多少毫升 然后它灌装的时间要多少 然后它间隔时间 包括你用的软管 是什么型号的软管 要设置的 是灌装设置里面 就是14号管 就是14号 然后灌装的月亮 就灌3毫升 3毫升 然后时间 时间根据你 要灌装的月亮来调的 你灌的越多 时间越长 但我现在灌的比较少 就吃这个两秒 然后防氧保存 防氧下滑 来灌装次数 因为我这是 灌装一次 所以说我设个1 每次只灌一次 然后返回 开始 然后这个调出来 然后你要生产的时候 你就打开这个 还有一个硬性 那这都把你设置好了 这些你这边都别动了 等到成型 热风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 开启检查包装出来的炮孔 确认炮孔没有问题 再灌装液体 开始生产 昆包楼就即将的期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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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電極感應的 這個東西讓它到一定的高度有時候 當作就會撞 那它那個位置還要停了 當那個位置還要再撞 當作位置還要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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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煮了成分之後 把這個扣在裡面 然後我送料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往下掉 它就會撞 然後開機過來的時候 你看下面熱風這邊會被壓到的 有被壓到這裡面 會說你看這上面 上面也很明顯 有被壓到了 靠近這左邊這邊被壓到了已經 然後這個就要把銅板打開 先打開之後 這是可以左右移動的 先把這個分掉 把這個分了 然後這裡有個手搖輪 手搖輪 然後我再調了之後 它就整整整了 它會左右移動 你看看是哪邊被壓了 先看是哪邊被壓到了 比如說我右邊被壓到了 比如說靠右邊被壓到的話 那就要把這整個關位 往右邊移一點 如果靠左邊被壓到的話 就把我往左邊移一點 就搖這個就OK 然後搖完之後 再看它的效果 它會不會被壓 如果不會被壓的話就OK了 像這邊的 這邊是那個白凍頭的位置也是一樣的 看它夠不夠胃 不夠胃的話也是一樣的 把這個情況 然後把這個 然後搞定這個 這手要用 就把我們都進去 現在有點被壓了 我要往右邊移一點 它也是右邊被壓到了 我會被壓了之後 我會被壓了之後 這個上去 它可以這個就好 它會被壓到 你還看回去怎麼會 你看它回去怎麼會 當然 你會影響 等一下 你會影響 你會影響 我會影響 这个切刀的位置如果觉得不够平的话 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位置 你可以再把它调平一点 再往后调一点 正式开始 生产 生产生产生 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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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